关于连南千年瑶寨的旅行攻略基本上都是自驾游 那么背包旅行该怎么玩赚千年瑶寨呢 大家好,我是小凡 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千年瑶寨背包旅行的攻略 给大家更正了一些网上的过时信息 并且关于交通部分的内容是我亲自验证过的 保证对背包旅行的朋友会有帮助的 千年瑶寨位于清远市连南县的南港镇上 所以要去到瑶寨,得先从清远坐大巴去连南 直接在客运站坐车就可以了 每天有很多趟车了 到了连南之后,建议在县城里住上一晚 因为这个县城非常漂亮,很值得逛一逛 第二天再坐车前往瑶寨 网上查了有连南县到千年瑶寨的旅游专线 但是我去始发站连南客运站看过了 也问了当地的工作人员和酒店的老板 网上说的这趟旅游专线早就没了 现在要去千年瑶寨,只能坐去南港村的车 注意,是三排镇的南港村,而不是南港镇 千年瑶寨是在南港镇 所以到达南港村之后,还得打车或者步行过去 去南港村的车是在老桥头坐车 大家可以看一下地图 连南县三江桥的桥头 在第一个路口等车就可以了 最早一班车是六点半 最晚一班车是七点半,对开的 每隔一两个小时发一趟车 票价是八块钱 我问了车上的售票员 他告诉我这个时间有的时候会变动 所以大家要坐车的话最好早点过去 车子在三排镇南港村委会掉头 接下来你就得打车或者步行过去了 步行的话大概得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 而且是上坡路 所以建议大家打车过去 在下车的地方有一些摩托车 收费一般是30元左右 你可以讲价 另外路上也有一些运货进载这里的车 你也可以搭这种车过去 到了窑寨之后该怎么逛呢 首先买票网上预定好了的先去取票 然后他们会告诉你演出的时间 正常的时间是10点 11点 14点20 以及16点 但是现在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吗 演出的次数减少了 内容也简化了 所以一定要把握好时间 否则错过一次就得等很久了 演出的内容是民俗表演和沟口晚会 主要是姚寨的迎宾舞 还有介绍姚族的传统习俗 最有意思的是姚族青年男女的对歌 这有点像壮卒的三月山的对歌 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只是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能比较少 没有任何互动的环节 另外要想体验沟口晚会和常做宴的 最好在寨子里面住上一晚 这里有很多客栈 价格一般是在100到200元之间 节假日会贵一点 多问几家比较一下 如果住在寨子里面的话 还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第二天可以看到姚寨的日出 所以一定要选择寨子里面10排以上的客栈 建议下午到然后四五点钟开始逛 晚上去看沟湖晚会 参加长作宴 然后直接住在山上 第二天就可以看日出了 这个姚寨并不大 进入寨子大门 沿着这条主路往上走就行了 所有的景点都分布在这条路的两边 另外林街还有很多店面 有很多卖当地特产的店 想买的话可以等下山的时候再买 还有卖银的 不过姚族银式的纯度我不太懂 要买的话你们自己多了解一下吧 最高处是盘古王庙 这里是非无人机最佳的地点 可以看到整个姚寨 视野非常好 只不过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下雨 所以你们来的话 一定要提前擦好天气 参观完盘古王庙 接着往下走 先去看古石棺遗址 这是历代姚王安藏的地方 然后再去姚老议事厅看看 这里有几位姚老的蜡像 还原了当年议事的场景 旁边就是红袖泉传教的地方 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再往下走就是姚王屋了 现在这里是当年姚王的后人在居住 里面有卖熏肉的 是他们自己家养的猪 想吃的话可以买一点带回家 这个姚王屋虽然不是在山底 但却是整个寨子观景最好的地方 去姚寨最好是有节日活动的时候去 这个时候的寨子会非常热闹 比较大型的活动有开根节 开唱节 耍歌堂节 盘王节等 另外每逢春节 3月3 6月6 10月16等传统节日 排姚都会聚集到春前的矿地 吹牛角 敲铜鼓 跳长鼓舞 所以这是去姚寨旅行的最佳时间 整个姚寨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了 打算去的话 一定要提前擦好天气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提醒大家了 千万不要选择雨天 即使是雷雨天也不行 因为姚寨是在山上 即使山下的雨停了 山上还是有很重的水汽 所以一定不要选择下雨天 行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吧 明天带大家去联州市看看 那咱们明天见 拜拜